我们经常来欧洲的怎么帮这个游客代购 很多人不知道我们代购是怎么带的 给你们看一下今天 这边是法兰克福的哥德大街 现在我们去他买东西的那个店面 其实贵的地方他到哪都才对 到了Worlundo这个一个钻机 这个戒指 现在拿护照登记信息 确保是北人拿走 你看他从1893年到1975年 logo一直有在变 你看这个代购要查他这个购物出现 不介知识的同家 拿着盒子有话跟客人打视频 看完了以后你要看他的税单 4800欧退税630欧 这是人应的结婚戒 OK东西代购的全过程就是这样了 他这个退税可以推现金 也可以退支付宝 直接打到这个客户的手里 我们代购一般两种方式 这第一种这种客人已经在这边付过钱了 我去拿 这样的话我把东西带回去 他给我一些佣金就OK了 第二种方式就是客户看好了 比如说哪款表哪款戒指就一定要这个 因为我们带团时间比较紧 比如说这个东西工件是8万 那你提前就打9万给我 我到那就买 买完了就跟你说 只能是这样 就是我们不会等到这个店 然后来回的大视频 什么让你挑什么的 不会这种的 因为太麻烦了 太浪费时间了 不过一般游客也都理解 跟我们经常带团过来 时间掐得很死 到一个地儿就半个小时 只能是我说买马上就走 根本就没有考虑的时间 所以一定要看好 因为欧洲这边本来东西就便宜 这个就是我们代购的全过程 我最高纪录 一个人也带过200多万的东西回来 也挺吓人的 对不对 OK 今天这个就是我原来的一个游客的结婚戒指 新婚快乐 你找不到我耳朵 你找不到我耳朵 谢谢观看